这一篇跟大家讲的是汉朝最后一位皇后 她是尖雄曹操之女但却流芳百世 曹杰 东汉尖雄曹操的女儿 曹丕同母所生的亲妹妹 东汉最后一个皇帝 汉宪帝流邪的第二任皇后 西元213年 曹操将三个女儿曹县 曹杰 曹华送给汉宪帝 并请汉宪帝册封为夫人 西元214年 汉宪帝的第一任皇后扶寿 因为谋杀曹操的世纪败露 反被曹操所杀 西元215年 曹操让汉宪帝立其女曹杰为皇后 西元220年 曹操去世 曹丕继承为皇后 开始逼迫汉宪帝善让地位 曹丕更令大臣在许昌建造善让台 并要汉宪帝流邪先献出玉玺 汉宪帝本想献出 但曹杰却大骂使者 并拒绝交出玉玺 使者无奈只能低着头回去 曹丕之后派了很多使者前来索要玉玺 每次都被曹杰赤骂低头回去 曹丕最后受以华新动用武力 向曹皇后索要玉玺 曹皇后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将玉玺丢在地下 她生气怒骂 老天爷有眼 绝对不会让你们活得太久 果不其然 在曹杰的诅咒下 曹丕和曹魏每一任皇帝都很短命 曹魏政权只存在46年 就被司马氏篡位的原因 主因还真是这些皇帝都太短命了 预知详细 请参考小编的另一篇影片 西元220年 皇初元年 曹丕称帝 后汉书上写道 亦亦万户 位在诸侯王上 奏事不称臣 受赵不败 以天子车伏交死天帝 宗庙 祖 辣街如汉志 都山羊之着陆程 从这里可以知道 曹丕称帝后 对汉县帝虽然赐予崇高的地位 但还是怕他造反 所以只封给他贫瘠的山羊县 曹丕将山羊县改为山羊国 并任命王爷为山羊国相 礼固为山羊国都军 这样政治 趋势都掌握在曹丕手中 刘邪也无法反叛了 曹丕本来还想将嫁给刘邪的曹杰留下来 不让他跟刘邪一起到山羊县 但曹杰多次以死明治 曹丕才让曹杰回刘邪身边 曹杰也因此改称为山羊公夫人 曹杰和刘邪来到山羊县后 见山羊县百姓贫穷并弱 田地荒废 就像来到贫民窟一样 好在汉县帝之前被曹操软禁在许昌皇宫之中 贤来无事学得一身高超医术 于是 就在曹杰的支持下 汉县帝夫妇一起脱下天子服饰 换上老百姓的衣服 来到民间医治老弱病残 就这样汉县帝夫妇在山羊县做起了玄狐济世的一生 还被山羊县的百姓尊称为龙凤一家 当时 中国到处都是天灾 异病横行 山羊县也是这种情况 汉县帝夫妇便下令减免赴税 奖励耕种 和山羊百姓一起共同渡过难关 几年之后 山羊县得以休养生息 百叶得以复苏 跟昔日田园荒芜的惨状差别很大 因此 后世便在百家岩附近的石碑上 雕刻 汉县地形依图 目前还留存着 西元224年 黄初五年 曹杰想送孙子刘康去山羊经社上学 曹杰看到破旧的经社 破烂不堪 就出钱修缮校舍 聘请凝尸 还提出贫穷子弟都可以上学 人数多寡都没关系 一切学费由汉县帝夫付出钱 汉县帝在私下与民众闲聊时 曾提到曹丕对他不好 但曹操却对他很好的事情 曹杰知道后就提醒汉县帝应该想想 他的岳父曹操对他的一些好处 尤其是刘邪曾经发难三次要杀掉曹操 但曹操到死都没杀汉县帝 也没有称帝灭汉 曹操不仅让汉朝江山多延续了二十多年 也让汉县帝多享受了二十多年的帝王待遇 曹操更把自己三个爱女都嫁给汉县帝 尤其是曹杰自己和妹妹曹华 这两个女人跟曹丕都是同一个母亲所生 曹操也许有猜想到 自己逝世后 曹丕如果选择建立新朝 一定会看在汉县帝是自己的亲妹婿的份上 选择不杀他 小编写到这里 却觉得汉县帝家事 国事都在曹氏的掌控下 曹杰是汉县帝的妻子 但她也是曹丕的妹妹 汉县帝诽谤曹丕的事情如果传开 在大势已去的现在 曹杰难道不会选择被其丈夫保护自己的子女 因此 不管汉县帝此时心里怎么想 除非是自己想死 不然也不能说不对了 就在曹杰的说服下 汉县帝让自己的儿子 女儿 改称曹操为 卫公 或 卫爷 汉县帝夫妇知道自己深受山羊县百姓的喜爱 百姓会争先效仿他们 称呼外公为 卫公 或 卫爷 只要一传开 曹丕就不会再问罪于他们 但反而经过千古流传 演变成了现在的 外公 和 外婆 这就是我们现在 外公 外婆 的起源了 新元234年 汉县帝病逝 享年54岁 以汉朝皇帝规格下葬 汉县帝最后14年的人生 比起之前被董卓斜持 被曹操软禁 小编觉得汉县帝是在安逸 满足 自由的情况下度过的 新元260年 曹结病逝 享年65岁 按照汉朝皇后的规格下葬 和汉县帝合葬于善陵 政治上 曹结也许不完全支持汉县帝 但感情上一定深爱着汉县帝 不然 也不会跟着汉县帝来到山羊县吃苦 汉县帝最后的人生有如此良妻陪伴 一定是满足的 曹结也一定是高兴的夫唱妇随 互相恩爱 在乱世强权环伺下 能在安逸的山羊县度过最后的人生 小编觉得 汉县帝夫妇反而比魏文帝曹批更加快乐 曹魏所有的皇帝 都因为皇帝这个位置 其实都很不快乐 想起三国传奇 千古幽魂总是让人悠然神往